台南中西区有一栋透天错即将要进行法拍 底价是376万元 今天早上总共有100多组民众去预约看房 整条小巷子都被挤爆了 还有人特地从台北南下 为什么这么夯呢 因为这个地方地理位置好 附近就是美术馆还有孔庙 另外房仲也推测是民宿跟文创商旅发展 带动了这一波看房潮 走进透天错仔细检查屋况 为在台南中西区有爱街巷弄的这间法拍屋 人气超旺 光是一个早上就有100多组民众预约看屋 这间透天错地上两层楼三楼式增建 屋龄60年 基地面积合计有35平方公尺 因为屋主死亡多年 目前是空屋 由财政部担任遗产管理人 拍卖底价新台币376万元 有民众特地从台北下来看房 因为我妹妹喜欢台南 我觉得这边附近的那个古物什么的 生活步调都不错 打算来这里退市 地价算高 放个五年等过了皇帝和一岁的税率降低之后 有机会可以赚一些 原本预定早上10点开始看屋 预约的人实在太多 时间提早一个小时 整个巷弄被挤爆 而这栋空屋卖点在哪 房仲提出看法 虽然房屋位在窄巷 但地理位置很不错 附近就是美术馆和孔庙 现场准备的投标书 马上就被拿光 民众不惜大牢员跑来 以让人看见当地发展 无可限量 九皇富奇谈谈报道